在無邊無際的宇宙進行 黑洞的旁邊 有一個很微小的星系 這個就是太陽系 而太陽系九大行星裡面 最有名的就是這個地球 上面這一塊, 日本 因為它出產了無數風魔全宇宙的超人 怪獸、電飯煲和中心榮菜 而為了解真相 我們宇宙聰明人決定變身過日本 為大家解開日本之謎 在無邊無邪 歡迎大家收看 《聰明人二》, 日本聰明人一 對, 在這兩集《日本聰明人紳士日記》 我們會介紹很多有趣 得意新奇的紳士物 給大家認識 首先介紹給大家的就是 日本人 全日本的總人口超過一億二千萬 但是東京已經有二千萬人口 首先我們為大家介紹的就是日本女人 日本女人比較特別的是 喜歡染金色頭髮和粉紅色的唇膏 當然還有一種特質就是… 不怕醜 但最後有點不同 這個據聞就是日本的台長 挺厲害的 那這個呢? 這個就是台長的太太 相差這麼遠? 我們叫她做台太 如果這樣說 我們應該幫香港的台長找回一個 而這個究竟是男還是女 直至我們跟蹤她進廁所才發現她是… 入男字的女人 而這個就是入女字的男人 這個很明顯是女人 對, 在日本真假的東西 根本分不清楚 那這個呢? 這個一定是真的 你好… 日本人真是奇怪, 真是… 真是奇怪 我看到了, 全部都沒有時間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走吧 不是機的, 是打機的 是打機的 日本的機店可以說是五花八門 而這些波子機、電子遊戲機 以及夾娃娃的店舖 為了吸引更多顧客, 光顧 於是他們的門面裝飾 都特別古靈精怪 不過除了機店之外 有多店舖裝飾得更古靈精怪 那我知道了, 這裡一定是賣怪獸的 不, 這裡是賣怪獸鞋的 這裡一定是賣猴子的 不, 這裡賣猴子 阿蛋, 這裡一定是賣蛋的 不, 一定是賣鹹鴨蛋的 不, 這裡是一間賣意大利蛋的餐廳 那這裡又是賣什麼? 先看看樣貌 一定是賣大象的, 象腳 不, 這裡是一棵樹 那我知道了, 一定是賣樹的 不, 是賣樹菠蘿 是賣樹菠蘿? 是賣樹菠蘿的童莊 其實這裡的店舖主要是賣童莊 不過前面有一棵樹, 裝修得美輪美換 只是賣人而已 這麼多人在這裡走? 賣人… 日本不賣人的 為甚麼不賣人? 因為日本不賣人 為甚麼日本不賣人? 其實這些是人肉廣告版 顧名師找真人拿著廣告牌 在街上喊, 以收這個廣告的效用 那為甚麼要用真人? 為甚麼不用假人? 為甚麼不用梁家人? 真真鐵打 好, 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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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樂 請客, 請客, 請客 其實香港人如果來到日本 很多時候只看招牌 也不知道要做甚麼 例如這家這樣, 天井, 你說是甚麼? 賣天井的 當然不是, 其實這不是井節 是炸蝦定食的意思 這裡一定是賣燒肉了 還是賣五斤那麼多 當然不是, 這裡是吃韓國燒烤的 不過說在五樓那裡吃的意思 這裡是賢金問屋 就是說要賢金才問是有沒有家屋的 當然不是, 這裡告訴你, 不能賣卡 那白馬車又是甚麼? 白馬車其實是一間咖啡專門店 甚麼叫白馬車 現在帶你去另一個地方 看看賣甚麼才行 帶我這些陰陰沉沉的地方 是否做那些生意, 是不是鐵鬥? 當然不是, 先看清楚一點 我知道了, 一定是那些 幫醫院驗色盲的 也不是, 落底就知道 到底這條搞甚麼了 這麼麻煩的 走得這麼辛苦, 只是看這個爛骨 你知不知道他是誰? 我怎麼知道, 他就是上一手業主 因為讓不了這間店, 所以弄成這樣 有個沒關, 想不到這間店 想不到這間店賣甚麼 我怎麼猜到 跟我來 你知不知道這是誰? 我怎麼知道這是誰? 這就是前一手業主 因為做不成的店, 所以弄成這樣 有個沒關, 想不到這間店 怎麼猜到這間店賣甚麼? 怎麼猜到? 是雞尾 你知不知道這是誰? 怎麼知道這是誰? 這是現在的業主 因為他現在做老闆 所以弄成這樣 有個沒關, 小孩子不小世界 他還沒死 潮美潮, 你的頭很漂亮 那是為甚麼? 你的頭漂亮 你知不知道這間店賣甚麼? 賣甚麼? 賣衣服 其實這裡是賣普通衣服的地方 賣普通衣服, 搞不成花神 如果他把花神的時間放在賣衣服上 現在已經不用再賣衣服了 那賣甚麼? 賣小豬 聰明大發現 TVB TVB的網絡就像水銀卸地般 無孔不入 TVB的網絡就等於蜘蛛網 一樣遍布整個世界 不過全家都是TVB的領導階層 領導有方而已 最重要的是領導階層的最高領導人 他就是… 綠叔 真是黑勤人來了 東京這麼久, 有點掛念綠叔 不如我們借這個機會向綠叔問好 好 祝綠叔, 鮮福永享, 壽語天才 好, 問好就問好了 我們很應該上去這一家 在日本東京的分店 有香港的TVB錄影帶租的地方 逛逛的 是, 來吧 是 這麼多TVB的海報 不知道有沒有我們份呢 不要… 這些錄影帶抱完 日本東京非常普遍 幾乎每個旺區都有一間 對, 這些錄影帶種類 不但多, 還好齊全 好像有收視非常好的 鐵膽涼寬和四點檳紅鑽 還有收視越來越好的梅花三路 和烈火狂奔 不過快完成了 總之收視很好 當然不算的就是聰明 你是不是我們是英文? 是不是我們是英文? 是… 不用這麼衝動… 他不是我們是英文 將來就會是 不過他就是這裡的職員, 叫阿燕 阿燕, 你好, 阿燕 你好 其實我們有幾個問題想問你 讓我先問吧 好, 你叫甚麼名字? 我叫阿燕 你現在知道, 我們問你全名字叫甚麼 李燕燕 李… 也是個燕 李燕燕 是, 李燕燕 是, 你問你是不是你燕燕? 是, 我想問, 究竟多不多人租這裡的帶? 是, 日本來的 也會多 唱歌方面比較多的香港或馬來西亞 是, 那些… 那些人… 台灣, 中國也有他們聽不太明白 但他們也會喜歡看 聽不太明白的? 是, 聽不太明白的 是, 他們聽不太明白的 是, 廣東話也… 是, 廣東話也沒甚麼吃 那甚麼人租這裡的帶多呢? 是, 都是外國人 阿燕, 你小心… 阿燕, 你小心… 阿燕, 沒事… 不用怕, 阿燕 不要掉我們來給你帶 真是… 甚麼? 我正在問甚麼? 不是, 你在問阿燕, 究竟… 甚麼人租這裡的帶多嗎? 甚麼人租這裡的帶多? 是, 甚麼人租這裡的帶 中國人 是, 中國人 中國人 是, 即使沒有甚麼聽到 都可以看的 但你有沒有私下 暗中租這裡的三級帶出去 有沒有… 說吧 三級片就是普通的三級片 三級片就是普通和普通的 是嗎? 三級就是三級的 三級, 即是有分 有些是屬於四級的 是… 我找不到… 等等…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們剛才查查的時候 找到有鐵膽良寬的泰文版 這裡明明是日本, 為甚麼有泰文版呢? 在日本有泰國人 也有道道國家的人 為甚麼沒有印度版? 印度… 為甚麼有曼加拉版? 為甚麼沒有越南版? 沒有… 為甚麼沒有黑版? 很少… 為甚麼沒有白版? 沒有這些黑人在這裡 沒有這些黑人… 但我們這邊, 泰國的顧客也會有 多謝你, 讓人順便收底下 是新世紀的… 不…鐵膽良寬的泰文版 是同場街是四級版的 是普通四級版的 我…不是說是淡的 是塗了 你是不是真的淡了? 你怎麼塗了? 不是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但是… 我只會被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塗了 是塗了, 塗了 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都被人拍了明星照 拿出街賣, 但大家都收不到錢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就是香港的明星照 通常明星都是放一些比較漂亮的姿勢 四平八穩的 日本的明星照五花八門 什麼都有, 插臂也有, 瘀眼也有 很醜的姿勢也有 而這股買明星照的熱潮 比香港不僅開始得早 瘋狂程度更加有過之無不及 而且賣的價錢也相當貴 對呀, 一張照片賣到二三百日圓 平均每個學生每個月浪費一萬多千日圓 就因為他們每個月都要浪費一萬多千日圓 於是很多不得不出去做副業 所以父母為了爭論 給不給子女出去做副業 讓成交變 因為很多交變的問題 於是整個日本都來瞞著 一種愁眉苦眠的氣氛 由於日本是亞洲四小龍之一 所以形成整個東南亞都受到影響 其實是騙你的 賣相而已, 怎麼這麼大不了 不過這些明星照除了普通明星之外 還有足球明星 網球明星 排球明星 彈球明星 棒球明星 還有雙方明星 對呀, 就像這個一樣 而且一樣有很多人鬼鬼祟祟 在這裡選明星照片 就像我們後面這一位 喂… 倫永良? 究竟倫永良在日本選什麼呢? 廣告之後告訴你 想吃麵 想吃有日本風味的即食麵 當然在日本吃 吃了 想買公仔 想買日本風味的催器公仔 今天要來日本買, 怪不得了嗎? 是 你身為明星, 你又在這裡買明星照片? 我不是明星, 我是歌星 不過我不是買明星照片 你在這裡做什麼? 我在這裡做我的唱片宣傳 因為我的唱片就出了 在這裡出唱片? 我呢? 是呀, 我還唱日本歌 不是吧? 你是同一個香港人 你喜歡日本歌? 唱日本歌 不, 因為現在日本 他們很喜歡聽我們香港歌星 唱日本歌 所以很多香港歌星都過來發展 同時我會開演唱片 即是日本賺你的錢 文化交流, 別再拿錢 經濟交流… 文化交流 文化交流 雷銘亮, 說得這麼好 看你是不是真的這麼好, 考考你 第一回合, 銀子有適應 好了, 現在測試你 你究竟對日本的流通貨物 有多少認識 這些紙幣你一定見過 1000日圓, 5000日圓和10000日圓 1000日圓, 過頭裡有一顆東西 是呀 5000日圓, 過頭裡有兩顆東西 是水人 是 兩顆東西是打動的 10000日圓, 過頭裡有兩顆東西 是打橫的 這幾顆東西是怎麼解釋的 這麼深, 你問別人, 我不回答 怎麼搞的? 用腦袋才是 摸它… 這些是不是盲人用盲人的… 先想清楚, 再給你一次機會 肯定是, 因為盲人看不到 面額是多少錢 所以他們就要用手摸 原來雷銘亮曾經幫盲人做事 早知道不問這條 第二回合, 為什麼穿了孔? 火車飛是放在這個火車飛套裡 對了, 阿哥, 這個火車飛套… 為什麼這麼奇怪? 有個孔子給你玩手指嗎?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有兩個作用, 一看就看到120日圓 這個孔不能讓你看到 可能有些車飛是貴一點的 或者去別處貴一點的 如果我倒轉進去, 行不行嗎? 什麼都看不到 等一下, 我想就是這樣 黑卡是黑卡 這個套子, 我想是給日本人方便 可以這樣用手指移動 移動出來, 拿到… 原來雷銘亮對有孔的東西 真的很熟悉 看看第三回合如何 看字大測試 日、水、土、月、木、火、金 是否代表什麼? 日曆 對, 我想的 是不是日曆? 是不是1月、2月、3月、4月、5月、6月、7月? 日曆? 我想不是 那是什麼? 是不是星期一、2、3、4、5、7月? 對, 沒錯, 但我們不是問你這條問題 對… 我們一起問你這幾個字的排列方式是怎樣的 誰是星期一、誰是星期二 如此類推 不會, 棄權 撞吧… 當然是日曆, 是星期日 月, 是不是星期一嗎? 繼續 然後金木、水、火、土是23、45、6月 做了兩個? 是日、月、火、水、木、金、土 沒有, 寫完給你也不懂 寫完給你 好, 這個…這個如何呢? 下丁 我想是吧 不會… 灘字獨化就是 下丁, 出城 出城, 是不是 就是落城的意思 就是鄉下, 出城, 還是鄉下, 下丁 下雪? 下雪嗎? 不是 你在問誰嗎? 你問人嗎? 又是很接近 又是, 問法不對 這個答案是… 丹湯 中文是什麼? 中文就是… 丹湯 丹湯 丹湯, 用一個 行李小切手 旅行小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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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我想旅行小… 切手是小偷的意思 我想這是提防小偷 我想而已 旅行時要提防小偷 不然就切手 旅行支票的意思 是… 如果是荷蘭, 就叫荷蘭旅行小切手 是荷蘭的泡沫尖 梁湯, 梁湯在這方面好像比較差 我們再給他一個最後機會 好 梁湯… 李先生, 怎樣? 這間餐廳的名字很奇怪 這間餐廳在你後面就叫… 春牆 春就是春天的春, 春牆就是牆地的牆 是否那些很色情的地方 為什麼不說呢? 你一想一個春字, 你想一個鹹濕 春字, 很多… 春夏秋冬的春 冬關正在做什麼? 春夏秋冬關正在做什麼? 你春天的靈體是鹹濕的 會不會跟泳春有關? 那泳春是不是有鹹濕的? 有個春字 那個實際是什麼? 春牆… 就是春牆的東西 春牆製作所 是… 春牆製作所 一定是不好的東西 不, 其實這間是製造獎牌 製造獎盃的地方 春牆只不過是這個地方的名字 這個名稱, 名牌而已 是… 失望嗎? 我們回香港再去製作所 什麼東西? 這裡是玉竹, 林肥龍在日本的發展 是如日中, 如後春水 長春不適, 長春不適 對, 長春 看你怎麼能見 我心裡都知道 我為人家都知道是新世紀的 他們全都是錦彈詞 其實必殺人新世紀的意思 就是日文的厲害為新世紀的意思 是 其實日本人是一個很聰明的民族 看他們的樣子都像 他們的厲害就是懂得賺外國人的錢 還有不讓外國人賺他們的錢 我們測試一下他們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我們測試他的學習語言的能力 是不是這麼高 是 這個題目叫做我很漂亮的 我很漂亮的 很聰明 很聰明 我生孩子好好的 不是我生孩子好好的 是我身材好好的 我身材好好的 我生孩子好好的 他比較喜歡生孩子的 麻煩你 我好漂亮 我好漂亮 又好漂亮 又好漂亮 真的聰明 真的聰明 我對襪子好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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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燈對 我跟男主說 您好燈對 我們好燈對 我來聽女主要不說 是 我們好燈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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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歹歹 麻煩 虎骨頭很正 是… 真過你的命 其實日本人從這次訪問中 又可以發現他們原來學習能力很高 這裡這麼清幽的環境 這麼脫俗的氣氛 我真的很想高歌我新碟裡的主打歌 是 打歌這麼神聖的任務 當然由我… 我開了一會兒 我會說 我已經想說 我的天啊 我會說 我會想說 我會想說 我這樣想說 我會想說 你怎麼搞的, 原來這裡是廁所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廁所 沒有, 見過這麼漂亮的廁所 那也沒有 帶你去房間看看 師父, 師父, 你去Buskidu 不是這間, 這間是真的 說得這麼厲害, 有甚麼特別呢 黑哥勒達 特別是這個馬桶 這個馬桶有甚麼特別 這就是由合作太空尖端科技而製造的 電子馬桶 它特別是可以令你冬暖夏涼 可以令你清洗應該要清洗的地方 完全不經人手 很多馬桶都是這樣的 特別是有這個時間 就是提升你不要在廁所搞這麼久 在廁所搞甚麼搞這麼久 你問男還是女 有甚麼分別呢? 是一樣的, 只是搞長山而已 好, 說得這麼快 《勵人二》之《日本勵人一》 又播映完畢了 對, 不過在跟大家說再見之前 原來我們的導演已經偷偷拍出我們 祝大家해지了 或者說再見 有問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